该活动各大奖项的投票活动也已经截止了,很多网友对于谁会获得大奖都是很好奇的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在截止投票前的票数。 在奖项中最受网友关注的就是最具人气女演员奖,这个奖代表着该演员的受欢迎程度,这也是衡量一个演员在观众心中位置的一个重要的标准。 在以往的一些投票中,郑爽总是可以遥遥领先的,因为他的人气真的很高,若不是因为他放飞自我的话,会受到更多网友喜欢的,而郑爽受到观众喜欢也是有原因的。 郑爽因为出演一起来看刘星宇,而正式进入演艺圈,凭借这个角色一路走红的郑爽星图真的很顺,当时很多网友都觉得他就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,特别清纯可爱。 之后郑爽也陆续出演了多部电视剧,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,在微微一笑很清晨中更是凭着清纯的模样,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喜欢,人气更是高得不得了。 不过在这次的星光大赏年度最具人气女演员的投票中,郑爽却没有得到第一,而是被迪丽热巴超过了,在这次投票截止之前,热巴的票数,已经达到了111万了,而郑爽是61.9万,票数相差的有点多。 迪丽热巴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一匹黑马了,凭借克拉恋人被观众所熟知的他就像开挂了一样,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大红了,今年更是有多部电视剧,电影要跟大家见面。 此次迪丽热巴可以受到这么多网友的喜欢,应该也是跟她自己本身的性格有关系吧,从热巴参加跑男就可以看出她的性格是很开朗的,也很活泼,在综艺节目中,就凭借好性格宣粉无数了。 之后又在各个影视作品中都有很好的表现,在演技上也是深受网友肯定的,这次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也算是实至名归了,毕竟迪丽热巴的演技还是可以的。 票数和奖项都是为了鼓励演员、激励演员的一种方式,希望郑爽跟热巴的演技更上。